秋香 诶 天一哥 你怎么回来了 你要去一个多星期了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秋香 没办法 我爸逼着我不让我回来 秋香 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 什么事啊 天一哥 陪我去趟杭州 杭州 对 可是 你去干嘛呀 天一哥 是这样子的 秋香 我爸这次逼着我 非不让我回来 然后把我的卡 还有公司的职位全部都停了 现在他逼着我相亲 所以我想表明一下决心 我想带你直接去杭州 然后让所有的同事 还有让他看看 我只喜欢你 你愿意陪我去杭州 跟那个女孩子 见面说清楚吗 可是家里面的活 还有我的小孩怎么办呢 小孩的话 我妈妈说帮你照顾几天 至于这些活 秋香 我中药还是这些活中药 天一哥 说真的 你为了我犯记了那么多东西 其实你爸爸说的对 我们两个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 人物 秋香 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我们既然选择在一起 你就坚定不移地相信我 会处理好这些事情的 所以 我这次为什么想带你去 就是想让我爸爸 还有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坚定不移地选择你 我让他们知道 我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 就想 关于波兰 只要你相信我 只要你愿意跟着我 我一定会解决好这些问题的 好 那好吧 今天我们什么时候去啊 那今天下午就要出发 那你的董事是不是很多啊 有礼拜的好人怎么办 那我去收拾一下董事 然后给他们带一点土特产 这一个你等我一下 我拿一点东西 这这牛链要拿过去吗 对呀 这个他们人多嘛 这个沉一点 秋香 这个东西太重了 背的不方便 不重不重 这个我可以背的 这姑娘 还有这是我带的小蘑菇 你给他们带一点 这小蘑菇泡花了很多的 那时候吃一个 你给他们沉一点啊 你带这么多东西过去 等一下太累了 不累我可以背的 这英哥 等一下我再抓两只鸡 我带了两只鸡 你帮我留着 我去收拾一下 不方便带这么多东西 这姑娘太沉苦了 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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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得这放的 哎哎 哎哎 土鸡呢 我把它放了 你怎么放了 他们城里面应该没吃过土鸡的 秋香 那个鸡带上飞鸡这么不方便 才两只嘛 不重的 亲一哥 这个也别带了吧 太重了 秋香 我能飞的不错 你就别说了 千亿了 我来了 不用不用不用 我可以飞 我们走吧 学校 走了三个多小时 累不累啊 不累 我这个时间 我都去割椒了 凌晨割椒啊 为什么 都是凌晨割椒的呀 为什么呢 因为出浇水会多嘛 晚上浇水多一些 那等一下我们拿完行李之后 我朋友过来接我们 然后呢 去他家里面住 晚上就好好休息一下 秋香 来杭州还习惯吗 还习惯 是这样子的 等一下下午两点 我要跟那个女生相亲 你陪我一起去 但是你带我去这样好吗 接一个 秋香 我就想让我爸知道 我坚定的选择你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放弃 我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回应 你知道吧 你就跟着我去就行了 好 我跟你的 嗯 诶 诶 诶 对 你下午帮我安排一台车 我要去西服那边 在这里 啊 没事的啊 诶 好 我们走吧 诶 这里 诶 你相信 带你姐 哦 这不是我姐 她叫秋香 是我女朋友 你带你女朋友 你来相亲啊 是这样子的 怎么称呼 你叫花花就可以了 花花 就我跟秋香在一起 已经有半个月了 然后我爸一直不同意 所以他就逼着我 出来相亲 我相信可能你父母 也是逼着你出来的 对吧 就是我想请你帮个忙 就是你回去了之后 你就跟你爸妈说 你坚固我了 然后特讨厌我 特别不喜欢 然后就是成全我们一下 好吧 不是大老远赶过来 会有点心情吗 你看我长得摔样 你肯定也不喜欢 对不对 我跟秋香在一起 已经有半个月了 然后我们两个 就特别喜欢 所以 那你要喜欢的人 你可以提前跟我说呀 我就不用大老远 这么赶过来了 我还是跟你说了 那我爸肯定又知道 我故意拒绝 你就陪我演出戏嘛 演戏 对啊 叫我陪你演戏啊 陈一哥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